他本是穷人家的孩子 却因为母亲改嫁成了财阀的千金 年纪轻轻就成为家族企业的化石人 不仅把国内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在国外创办了分公司 可尽管自己在优秀 也抵不过继父的亲儿子 母亲提醒他 继父之所以让哥哥给他当秘书 就是为了让哥哥跟他学习 等有了成果以后就抢走他的一切 继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的儿子铺路 不久后人才就被继父架空 让他去国外的公司好好休息 而他的哥哥将成为这家公司新的理事 可继父却笑着说公司我持股72% 你哥持股14% 加起来一共就是86% 只要是我做的决定又有谁会反对呢 而完全没有股份的人才这才明白 自己终究还是一个外人 辛辛苦苦经营这么多年 结果却给别人做了嫁仪 很快继父就召开了股东大会 人才气不过 当着所有股东的面和继父撕破了脸 他宣布自己会继续留在国内 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 临走前还不忘讽刺一下给自己当秘书的哥哥 说完在大家的惊讶中潇洒离开 人才减去长发决定从头开始 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 他获得了一年一度杀核创业者竞选的资格 公司之前的同事听说后 也都选择支持人才 他们纷纷辞职来到人才家里 把这里当成他们创业的临时办公室 很快创业大赛就开始了 比赛将通过答题的方式 从400人中挑选40人 然后分成五个队伍进行比赛 正如志平所预想的一样 道山并不具备成为项目代表的能力 反而是达美和人才纷纷被选中 两人在舞台上相遇 达美好奇事业有成的解决为何会在这里 人才则对高中毕业的达美入选感到不可思议 这时他们注意到台下落选的道山 面对达美的质问 道山不知所措 这时人才通过手机查询道 道山的项目不仅没人投资 也没有进入之前所说的融资的前置作业 眼看谎言被揭穿 道山只好向达美坦白 达美听后并没有生气 他认为道山是为了在自己面前呈现完美的一面 所以才撒谎了 他邀请道山加入自己的队伍 这时人才也向道山抛出了橄榄枝 人才还指出道山的队伍缺乏创业精力 而这些恰巧是自己擅长的 一边是毫无经验的新手 一边是经营公司多年的理事 虽然道山迫切想要获得成功 但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孩 他最终还是选择和达美一起 开启属于他们的创业之旅 至平得知道山的身份报名 询问道山达美是不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道山则说达美只是知道我是个小人 并不知道信件的事 致平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愿意成全他们 然而这个谎言还能隐瞒多久呢 胖了鬼就开始来